7.33分16秒 我是周一康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Coco文创园区 我们上个礼拜 所介绍的是Fintech 那这个Pi Pi现在已经开始用了嘛 PC Home 好 那像你们这个 Tag Orange Bus Orange 有一些课程啊 现在付费呢 还是用传统的信用卡方式 我们目前是用信用卡的方式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线上 线上你就可以直接订购嘛 但是像现在在讲的那些行动支付 它都是希望能够跟实体做接轨 对 等于就是你不用再把钱掏出来 对 那比如信用卡 它现在在网路上 你是可以直接这样子输入 但它可以进化成说 譬如说绑定你的账号 像大家现在在手机上购物 对 其实你是不需要 就我只要有一个密码就好了 然后这个密码就 在手机上面或是怎样 那它透过这个密码 它就知道 是我在支付钱 对不对 它就从我的信用卡 或说我的银行里面去扣钱了 对 那更进一步的就是说 希望你不只是在网路上 虚拟世界购物 你可以用着你的手机 直接到了 比如说Seven 到一些实体的店面 去直接购物 那就是把悠悠卡 信用卡 什么的 提款卡 全部都放在手机里面 对 那其实我上礼拜 已经问过这个玉宁 上礼拜张玉宁来 跟我们谈这个Fintech的时候 就请教他 那这里的手续费 由谁来赚呢 那手机只是提供硬体 跟手机 没有关系 手机只是一个载体 载体 它这样可以卖手机 它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其实现在啊 为什么大家还觉得 这一块目前还在百家争鸣 还没有一个所谓一同天下 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是今天 本身就绑定在那个手机 比如说它的晶片里面 或是它的插卡里面 也可以你其实是透过网路 所以其实你并不是透过 这个手机的里面的硬体 你其实是透过手机上网 然后在网路上完成这个支付 所以它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种 各式各样的方法 大家你看包含国外 包含台湾 大家都在推出 那你刚刚提到的手续费 包含这里面就有很多啊 因为比如说假设你走的 你最后走的绑定 还是跟银行有关的话 那中间有一个最主要 要收手续费的就是银行 或者是信用卡 发卡组织 那如果今天 他们是一整个联盟里面 是有跟手机硬体 做结合的话 那里面其实也有一些 分轮结构 会有 就是说那因为手机的硬体 它到底要跟所有的 比方一定是大型的啊 什么VisaMaster啊 或是我们大型的 金控公司可以跟他们合作 反正Fintech就 未来 未来我们可以用手机 来搞定一切就是了 以后大概出门 锁房子什么 都是用手机也可以吧 现在已经有 有吧 那干嘛 因为像我们家里面 大门口有一个 那个什么感应卡 回家有感应卡 对 那不是麻烦吗 对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子 你有太多张卡 出入很不方便 所以以后用一个手机 进出门 用一个手机 回家可以开冷气 还是开电视 不这样会搞混 你觉得这样对人生好吗 这就是那个嘛 科技 大家说科技始于人性 但是科技最终会对于 人类的生活的变化 科技始于人性 那一家已经关门了 还被人家 他被微软买走 结果速被微软 结果微软还 财报里面 要列到非常多的损失 有没有 好 这个是 每个礼拜四 我们都从这个神贝仪跟张云宁的身上 学到很多 对不对 好 所以Fintech是一个发展中的一个主题 我们可以长长的来 update一下 那今天要谈的主题呢 好 我们要从Maker来谈 深圳的崛起 这个事情令我有点吃惊的是 深圳 深圳其实是 本来是这个 大概是 就是 接单的这个 OEM的这个大厂的地方嘛 那深圳 基本上它应该还是台商跟港商 把它建立起来的地方 我还记得我2005年 大概就差不多10年前 去深圳出差 那时候我们去参加深圳有一个最大型的 叫做高教会 就是高薪科技成果交易会 那时候你做记者的时候 对我在当记者的时候 那那个就类似台湾的一项电脑展 你看那时候10年前我们去啊 那个展真的 你去看你就会觉得 啊 还是一个很 awkward 比较 比较 不是那么fashion 然后不是那么最新 最时髦 最一流的科技在那边展示 当时的深圳真的就只是一个 制造 代工 然后它只是一个慢慢开始 就只是集结了很多工厂的那种味道 但是 很惊人的就是 它在这几年内的发展飞快 在记得那个时候 大家会把深圳讲成是山寨天堂 对啊 就是只要有任何全世界 任何的新科技产品 然后大概 不用多少天 可能他们就直接做出一个 一模一样的防冒品了 那那时候深圳当然就被很多人批评 那他们自己就会有些人说 我们不只是山寨 我们叫做微创新 对 就是我可以从 我只是透过模仿你 然后做出一些我自己的 创新的地方 比方那个 我们可以买到那种 L开头的 他们本人没有的产品 反正呢 是不是有个化妆盒呢 原来人家没这个产品 他可以做的 做出一个产品 对 所以 刚刚扣我就直接讲到一个重点了 他们其实在透过 我们不管说山寨或模仿的过程中 累积了一个很强大的制造能力 而且有非常强大的产业链 所以说今天有任何的商品制造 在深圳 他已经有非常完整的上中下游 而且他可以有一个很快速 低成本的制造 那这个刚好对于Maker而言 是一个天堂 因为我们讲Maker Maker就是你可以自己随意的去 人人都可以是一个创造发明家 好 我们先讲 深圳已经转型了 他从山寨仿茫天堂 现在已经开发成为另外一个 大家叫他创客天堂 他其实对大陆人来讲 也是创业的天堂 所以深圳现在是创客天堂 深圳也是中国大陆人要发财的一个基地 那现在他变成Maker的集中地 那什么叫Maker 你们知道什么叫Maker 我们节目介绍过Maker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Maker 好 我举例来讲 像最近有一个新闻 有一个14岁的英国小男生 他花不到100英镑 所以大概就台币5000元以内 他做出了一个卫星 卫星哦 然后这个卫星 预计明年 对 预计明年就要发射到太空 那这个卫星可以干嘛 他可以做一些比较大的范围的通讯 还有一些气候的观测 那大家就想说 以往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做一个卫星 想要开发一个火箭 想要做一台汽车 他都是一个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 就是一家 等下是一个大企业大公司才做得到 但是Maker的意思就是 我人人都是可以自己动手做 所以小到一个 可能你自己开发一个小的 无线收音机 然后大到一个卫星 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像这个14岁的小男生 也做得出来 所以Maker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动手做 那为什么Maker在这几年会变成一个这么新潮流的趋势 是因为以前你在讲Maker 你可能就只是自己 比如说我自己悄悄打打组装一下 但是现在因为有3D列印机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想象真的换化成真实的东西 但是他Maker最终他当然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出一个产品 量化 量化 因为他才会有市场价值 所以Maker的下一步就是 当我有了设计的原型之后 我怎么把它做成一个真实的产品 然后最后可以让他去真的走入生产线去量化 那这个就聊到 就带到说我们接下来讲的 为什么深圳可以 像深圳上个月才刚举行完一个那个Maker Fair 就一个大型聚集了全世界很多这种新的Maker 他在那边展示他最新的发明 譬如说有些人坐了无人的汽车 有人坐了可以在墙壁上就这样垂直行走的一个电动车 或者是会唱歌的水果等等 很多歌是这样 都是透过3D列印做出来的 不一定 3D列印的话 他可能只是说你做出一个小小的原型 但是他们的这个 比如说你讲的这个无人汽车 他已经是真的 透过工厂把它把一台做出来了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出来 就是在深圳 它是一个有非常强大的 上中下游硬体制造能力的地方 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想做一个什么 我设计出来 然后在深圳 反正上中下游各种人才 各种工厂都有 我就把它们兜在一起 就可以做的意思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用很低的成本 就帮你做一台 两台十台出来 那对于他们而言 这就是很厉害的地方 因为你可以把一个 只是纸上谈兵的设计 立刻幻化成一个实体的商品 那不管是你今天要 真的去跟大家介绍 你要真的去接触买家 或者是说你在群众募资上 可能小规模的贩售 他就可以把你的一个 Dreams come true 那很有意思啊 那就是这个其实是另外一种 像你说像iPhone手机 它其实也是苹果把它和把它的设计 然后透过不同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的组合起来 一只苹果手机 一只HTC或者说三星手机 都后面的这个backup的工厂都非常多 那你的意思是现在的深圳 就是这样的一个所在 那它对于它当地的这个产值有什么影响 那对于想要创业者又是什么样的 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基地呢 我们进广告好不好 这个主要来介绍一下 Maker又是什么 然后深圳正在转型当中 当然它一直是创客天堂 可是它是不同层级的创客 现在它好像真的已经达到了 高新科技的创客天堂的地步了嘛 在这个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要问的还是 那台湾人有什么样的角色 或是台湾 因为我们离深圳还算蛮近的 那台湾的创业者 能够从深圳的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地位当中 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创业的可能性呢 马上回来咯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刘宪传媒的负责任 沈贝宜小姐 在Coco文创园区 为各位介绍Maker在深圳的崛起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从Maker谈深圳的崛起 深圳现在是大概全中国大陆人的一个 仍然它是一个创客天堂 对于台湾来讲 深圳是踏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门户 它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密切 现在很多的在深圳已经失去竞争力的台商已经撤退了 但是新兴的台商可以进去 对不对 好现在我们请到刘宪传媒的负责人 沈贝宾小姐来告诉我们深圳的Maker的崛起 刚才我们讲到Maker 所以Maker这句话就说 我不要有工厂 我不要有什么 我也不要有我的设计师团队 我自己就设计一个东西要做 然后我就去一个所谓的Maker Space 去找一些零件啊什么的 然后把我要做的东西做出来 那英国那个小朋友就是这样做出他的卫星吗 他在自己家里面就做出来了 所以他们家就是Maker Space啊 他自己的Maker Space 所以他可以 我可以自己要做 比方我现在说我要坐一辆车 那我就可以去找引擎 找什么东西的 然后找回来 然后把它组装起来 所以Maker是一个新兴的 就是新兴的一个生产的方式吗 但其实Maker其实在美国已经红了很久了 他们很早以前他就有一本Maker杂志 他反正就是我们刚刚讲叫制造者 自己的制造 对 所以以前的话 他的那个Maker杂志里面 甚至有比如说动手做 你说我自己做木工做一个书架 你也是Maker啊 因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 他不跟DIY有什么不一样 对 但是因为现在 DIY进化版 你们是一些学这个 网络科技的人 意思是差不多了 但是他层次比较高一点的意思 是吧 就像您刚刚提到说 我今天如果要做的是一个 比较科技性的产品 所以我里面 我不只是拿引擎 拿零组件兜一兜 我里面还要写程式去驱动它 它也许还要跟 什么不同的物品之间 能够去做沟通连接 所以它的技术含量 当然是更高一点点 但是也因为现在有这么多工具 让大家使用 它让这些东西不是变的 是变可能的 你自己在家里做 或是你在一个所谓的Makerspace里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 深圳就是一个大型的Makerspace吗 应该是这样讲 深圳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先天条件 就是因为过往的那个山寨王国 让它现在有非常完整的 制造的产业链 所以呢 它吸引了很多人去那边进驻 就是很多现在大陆新的创业家 如果它今天想要做的是跟 生产的这些商品是有关的 它就会进驻到深圳去 所以它吸纳了很多 从中国大陆各个地方 或者是他们一些 从国外回来的人 它就到深圳去创业 那你只要从很少的规模开始 比如说他们那边就有很多的 我们刚刚讲Makerspace 或是一些新的育成中心 或者是它可能是 直接是原本在美国戏骨的 他们就在深圳开了一个分支 它在那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 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共同的工作空间 所以我可能只是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是两三个人 想要成立一家新公司 我就进驻在那里 那我可以享用 它这个空间里面的很多资源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3D列印机 它里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那种 快速的模组 所以我可以随时在那边 画设计图画一画 就开始动手做 开始兜 那当你做出来一个 看起来好像很有潜力的商品 我可能下一步就直接到一个 群众募资平台上po上去 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付费 买我这个产品 如果我一下就收到了 一千件订单 我立刻就可以发给工厂 还有邻近就有相关的工厂 或者是跟他们的那些 Makerspace合作的这些 上中下游的一些制造工厂 快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把一个原型机做出来 然后甚至到小规模的去量产 那甚至呢 有一些当地比较具有规模的 这种Makerspace 它也不接大订单 它就说 如果今天你已经要生产到十万件以上 那就不是我们擅长了 那个擅长的是鸿海 是这些原本传统的大型 OEM ODM的工厂 所以当你已经这个产品证实 已经有超过十万件以上的人 要给你购买的时候 我就帮你转单到鸿海去生产 这个事情是实际上已经发生的 所以这就是 大家讲说 为什么深圳在这一两年 因为它原本累积的这些制造实力 让它现在反而升级成了 另外一个创客天堂 有人就说 它很像另外一个矽谷 但它跟矽谷其实是不一样 因为它们其实 那个元素是不同的 但它现在就累积了一股 很强大的能量 所以它这个也是硬体软体 都通吃的嘛 对不对 那有哪些实力可以讲到 这个深圳的Maker的 这个发展的潜力呢 譬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有很多的那个Maker Space 比如说像它们有一个 很代表的空间 叫做柴火创客空间 或者是有个叫Take Space 它这些呢 它的背后 比如说我举一些 它们有制造出来的商品 譬如说它有一个是 用手机就可以操控的 小车的机器人 就很像一个 很像你在玩遥控汽车一样 但是你是用手机操控的 或者是它们发明了一些 你可以印制一些 就是新形态的什么 小型的3D列印机 就新的列印机 也是它们做出来的一个产品 但它们这些 这些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Maker Space 它的背后 有可能是从一些海归派 它从国外 它吸纳了这种元素之后 回到深圳成立 也有一些背后 其实是中国大的企业 去成立的 它就等于把它当成是一个 R&D的 创新实验室 对 因为我就在这边 我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吸纳了很多优秀的 新的有创意的人才来 就让他们去发挥 它如果只要 做出了一件很有成果 将来如果商业化的话 那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那个得发明诊的人很多 你记不记得你们曾经介绍过 那个水竹 水竹馆 水竹箱的那个小朋友 它上面放一个水的循环回来 还很漂亮 还卖得不错 对不对 那我们有很多发明诊的设备 出来以后 得到第一名 但是能不能商业化 不知道 商业化就是 可以透过这个maker的过程 而且其实从你做出 第一个原型 到真正去走大规模的生产 其实是有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business 因为今天当你真的要做 规模量化的时候 你整个工厂的生产流程 你要怎么样去控成本 你要怎么去做商品定价 那个跟你只是一开始去做maker 其实是两件事情 那他能 所以maker就是 讲的就是一个 一个自己制造一个 设计产品的一个过程 那你如果要商业化之后 你当然还有行销啊 还有那个成本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嘛 对不对 那这个 那台湾的 你刚刚讲的就是那 大陆的很多的创客都往深圳跑 那深圳已经进入新阶段的一个 发财天堂的元素 那台湾的 这些 有这样的创客 这样的一些意向的人 可以怎么样的来运用呢 其实说老实话 像我们最近有一些报道啊 大家对于这块真的比较 相对于 对台湾比较悲观一点 应该说因为 大家会想说 那我台湾 我以前也是制造王国啊 我是在传统的PC3D 全世界有这么多 厉害的商品都是台湾做的 那台湾为什么没有办法 也做出一个这样的创客天堂 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就有在说 台湾现在的硬体制造思维还太 太深了 所以让它变得是说 今天如果一个这样的space在台湾 它要能够先抛掉一些传统硬体思维 就说你今天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在一开始得要是很高度的弹性 让它可以先快速 就你从一个maker是应该要先快速的 然后到真正走到商品量化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台湾强的是代工制造 大规模的量化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培养这些 很多新创的创意 让这些创意不是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DIY 它要能够从DIY一个手工家具 变成DIY一台一个很厉害的新科技 这边台湾要找一下经文 我曾经说过 我们有个小朋友 自己可以3D练义弄一个机器人 对不对 谢谢啦 谢谢贝宜 项料 让他� instructio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